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多康 我是妙妙 我們今天要來到 卡斯康大採購了 他有沒有來了 沒錯 然後今天我們特別就把 車尾朝外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放東西 我們大概就是知道說 我們會買很多啦 相當的有經驗 對 因為那黑鑽卡 我發現我們吃虧了 不行 不行這樣 我們一定要把黑鑽卡 好像是多900隻把它撞回來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買了些什麼東西好了 先從你的頻道開始嗎 都可以啦 你的頻道會開箱的 這個是新的 就馬利歐賽車 剛好應該是因應最近的DLC 所以他有兩台馬利歐賽車 他這個是1P18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時候這個都會在主頻道 大家可以看 看看他的做工路 妹妹看到這個一定會超開心的 因為他超大隻的 但是老實說他不是算便宜的 因為他這樣兩隻要 2200多塊 但是一隻也才1200啊 比原本的馬利歐一隻1900來的便宜 因為比較大隻看起來就是比較耐摔 再來就是家庭主婦的吃的 買一個韓式炸熱狗 這個是上一次說想買是不是 上一次就是一直找不到 然後這一次就 其實還蠻多的 對 冷凍韓式魚膏脆皮熱狗 到時候我們只是看這個 聽說可以拉很多的起司 對 可以彈心 這個脆皮熱狗呢 打開它裡面的包裝是一隻一隻的 其實這樣還蠻方便的 我們再來看看它裡面內容物會長怎樣 所以這是今天的第一樣商品 第二樣 剛剛差一點忘記買的 一定要補充的就是我最愛的牛肉麵啦 這個真的很方便啦 而且分量也算多 所以大家如果說這個吃習慣了 其實家裡面就會有點殘廢 煮的時候只要加點蔥 然後就很完美了 對 再來就是剛剛有點誤會了 人家其實它單價是255 就想說怎麼可能一瓶單價是255 結果它是一組就要兩入255的鮮奶 沒錯 真的沒足以到 我們很少在Costco買鮮奶 因為剛好家裡沒有 想說妹妹很常吃 所以就買了 再來也是妹妹最常吃的 他家裡沒有了然後幫他補一些 真的超大罐 補好補滿 因為他現在小朋友的奶粉口味 他會覺得太單調 他就想說也要喝喝大人的 也要喝鮮奶 他超多種選擇 沒錯 之前很常看到新店蔡林推薦的 這個烤肉 牛肉 對 這個的話 他就是有幫我們醃製好 也把蔥花都灑上去 要吃多少的量 就是稍微噴一下 他每次就下鍋這樣煮 也不用做什麼的話 也調味就OK 然後算是我們去老爸新家入宿的時候 其實老爸也是趕快進去廚房 用這個直接炒一炒給我們吃 味道很棒 然後你喜歡吃辣的話 可以自己再加一點辣椒啊 就可以變成辣味 這超方便的 而且分量其實很夠 我本來以為說是小小一盤 蠻輕的 結果它分量超足的 600多塊其實這樣可以煮超多次的 對 這是新品 這一次看到的 義式麵沙拉 這個的話 我還沒吃過啦 把這個到時候吃吃看 應該是比較輕食的東西 它這個是豆腐嗎 應該是起司 喔 這麼大塊喔 對 還有櫛瓜 對 沒錯 現在很流行櫛瓜 大家都流行 韓式的 今天的晚餐 鮭魚 酪梨 壽司煮 然後這個應該是 那個叫什麼 叫什麼 玉子燒 玉子燒 沒錯沒錯 羅卡很喜歡吃的玉子燒 應該說它甜甜的口味 而且是蛋 所以就很簡單的料理 然後可以補充蛋白質這樣 再來就是 也是羅卡很喜歡的 羊排 就想說家裡有氣炸鍋 然後放一點調味料 都可以直接在氣炸鍋裡面氣炸了 沒錯 這個應該就是簡單料理 很滿足耶 超大隻的 牛肉 哇 這個牛肉就 每次來必買啦 這也不用多講了 但是它價格這次好像有上升了 因為我們買這一盒 它的價格是 兩千七百五十七 我們有去跟Pry做一點比較 它這盒重量是一千八百六十四公克 Pry的大概一千六百多公克的話 價格也是大約是 兩千五到兩千七 所以Pry其實跟Choice的等級啊 價格只差一點點而已 平均都變高了 因為我記得以前這樣買 差不多就 兩千二左右而已 對 差不多是兩千二 現在好像比較高一點 不過有時候愛吃 漲價還是一定會買 對 就是常備品啦 對阿 再來就是點心啦 巧克力酥片 這個的話我喜歡 新的黑巧克力的味道 因為它黑可可的味道 比較不會那麼甜 這個的話是比較經典一點的 總共這樣子一盒有二十八片 所以我覺得酥片還滿多的 偶爾下午肚子餓可以 稍微補充個熱量 再來就是很常入手的雞腿了 巴入雞腿 這通常我會買給我媽跟我弟他們 就是回家可以加菜這樣 然後庫巴也可以就回家 就肚子餓直接吃起來了 媽媽偷懶的好選擇 對 看到它這個 其實很優惠 它只有399 有兩種 有粉紅色的跟黃色的 黃色的 然後我幫它選的是Kitty的 也有那個奇奇弟弟的 然後這樣399 一套150喔 還有褲子喔 整個夏天隨便它怎麼吃 怎麼玩 換掉就好了 超級優惠 沒錯 又是老人聖品了 因為我買了一個 本山椒 然後再加一點枸杞跟紅棗下去 建福以前有在這個公司上過班 然後他就說 對 他就說 這一種比較貴一點的食材啊 不知道到底有誰會買 我發現你就是耶 這是養生老人家 山椒真的算不錯啦 山椒就是可以 對我們的胃比較好啊 然後就什麼 潤皮啊 潤味啊 什麼的 對 滿多功效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們常熬夜 所以養生是必備的 這樣才可以活到老 對 活久一點 活久一點 然後還有 剛才看到的跟羅卡講說 欸 要不要買一下 這個是松露 這個我在想啊 我之後要來出一支不一樣的影片 就是把它加麵 然後拌飯 然後再做一些炒飯 炒飯可以嗎 或者是有一些料理啊 或者是一些燙青菜 麵包可以嗎 對 沒錯 我就會想一個題材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支 看羅卡如何變出松露料理給大家看 不是 因為松露料理 松露這個味道 我們真的是喜歡的 所以 只要有叫松露 基本上我們就覺得加分 好 我就期待這個主廚能變什麼給我吃 再來有兩樣重的 交給你了 這一個 這個是真的有點重 因為它 上一次 差不多半年前我買過一次 然後半年前那一次買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說它滿美 好像一支是250左右 然後它是柯柯蘭的水果酒 就是Costco的自由品牌 喝了一次我覺得滿好喝的 而且加熱喝也不錯 所以我後來就喜歡它 但上一次我們去找是沒找到的 所以是突然又看到它 我就說是這個吧 我就問羅卡說 欸 羅卡你要買一罐還是兩罐 兩罐好了 結果他走過去居然拿了六罐 本來是說 要不要看酒 然後我就覺得說 家裡面現在有威士忌啊 葡萄酒什麼的 而且這幾個禮拜其實我們喝滿多的 啤酒也還有 所以想說酒應該先 緩緩一下 對 先緩緩一下 結果看到這個之後 我直接抱一手 反正酒不會過期嘛 再繼續放 越放越好喝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一群 我們有時候都會小酌聊聊天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帶去跟大家分享 這應該是還不錯 好 最後是 夏天來了 對 我們猶豫很久 原本在想說要買 原版的口味啦 還是要買Zero的口味 因為它其實喝起來不太一樣 但我們是習慣的 然後 這個有點帶一點點酸味的感覺 它味道就是跟 加那種一般的糖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喝不習慣 但是我們是喝習慣的 我們考慮很久 因為 Zero的就是說什麼 腎臟有問題 帶糖的部分 對 帶糖的話 會比較不能夠喝 但是就猶豫了熱量的問題 對 就不要有太多糖分 所以我們後來還是買了這個 這個的話一看就很明顯 因為整版來說這個 剩的還滿多的 另外那個已經在下面 對 對 對 就可以看得出來大家應該都是喝 原版的口味可樂比較多一點 對 我們這次買差不多就這樣吧 那這次的金額啊 其實我覺得還滿神奇的 因為上一次啊 我們就是黑鑽有一個折價金額 我們剛剛收到 是折270 其實價格我們沒有特別算 結果後來 我們最後在結帳的時候 這總共是 一萬兩千 八百七 八百七 對 沒錯 然後剛好那個尾數就折掉 剩下一萬兩千六 而且我覺得它是故意發那個單子給你的 它叫你來 對 對 你有獎勵了 你趕快再來吧 沒錯沒錯沒錯 我覺得Costco真的厲害 而且我會覺得說 我辦了黑鑽卡 它那個金額我沒有把它給掃回來的感覺 好像不行耶 我忘記去報到就不行了 回費2%一定不能錯過 對 所以我就用去多消費一點 但我覺得剛好都需要用到啦 大部分都是吃的喝的 對啊 所以一般家庭都會用到 這沒很多問題 所以這次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說大家在Costco 有什麼比較有趣 或者比較必買的東西 有很推薦的也歡迎跟我們分享 這些東西有一些好吃不好吃的 也歡迎在下面分享 好啦 那我們今天4月份的Costco的影片 就在那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 別忘了還要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掰掰 掰掰 掰掰